自身女星姚戴伟 当年和曹兰搭档 种亿万花童 槟榔姐妹花 角色爆红 近几年则参演多部八点档 像是黄金岁月 爱的荣耀 得到许多观众喜爱 已经58岁的他有过一段20年婚姻 但膝下无子 近日受访时突然坦诚 早已预立遗嘱 买好塔位 就怕哪天病症突然发作 据ITDA报道 姚戴伟提到 自己带有小脑萎缩症基因 一旦病发就不可逆 庆幸的是 他靠着运动检测 是要提早预防 目前只有晕眩症 不过 四年前弟弟因心脏问题奏势 完全来不及留下任何嘱咐 也让他在处理后事时深入思考 决定先买好塔位 签署病人自主法 年纪也到了 要先准备 还有预立遗嘱 姚戴伟和加拿大前夫钱博生结婚近20年 他一直想要孩子 也做了书栏管检查 无奈令一半意愿不高 他觉得我们没准备好 工作又忙碌 但现在想想 有哪对父母生小孩前 就知道则当爸妈 他和前夫和平分开 至今人会关心彼此 姚戴伟甚至承认 自己爱着对方 离婚主因只是长期分隔两地 看不见变老后的未来 他回忆 自从前夫到中国生活 两人远距将近10年 加上他有段时间经济困窘 欠了300万卡债 力滚力像雪球一样债台高竹 最后还了将近千万元 没有孩子始终是个遗憾 但他在戏里过足当妈饮 剧中小孩包括王童 龚美乐 曾子义 吴东燕等人 都对他照顾有家 还会时不时撒娇 拿椅子给他做 留一份好吃的 这些小举动都让他倍感温暖 有没有办不重要 我有侄子 身边至少有五个 我有需要 叫医生一定会出现的人就够了 曾罹患忧郁症的姚戴伟 靠着铁人三项身心灵课程走出 甚至取得多项证兆 包括加拿大学院的心理资商证书 中国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也有催眠与颂波 灵气等证兆 成为自愈达人 纸店